其实我有点好奇 玩者荣耀和MacBook、MacOS 是不是有一些小过节 大家好,我是科技仔男称号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在MacBook上面玩玩者荣耀 这个将会是破解 玩者荣耀不能在MacBook上面玩的迷思 为什么说玩者荣耀不能在MacBook、MacOS里面玩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下载的那一个partner 我们可以看到Android、iOS和PC的模拟版 就是没有办法看到MacBook、MacOS的这个版本 怎么会这样 不过呢,我还是有办法的 那么我现在就一步一步示范给你们看吧 这一款要介绍的就是木木模拟器 这个可以提供Windows下载和Mac的下载 这个的网址呢,我已经打算放在说明文了 大家等一下可以点击说明文的链接 直接进入这个主页 然后我们点击Mac下载 下载完后就install 然后double click的木木模拟器 open 安装 你要enable它的security and privacy先 进入左上角的Mac logo 然后system preference 选择security and privacy 所以我们先allow 然后再继续刚才的install 就ok啦 so现在启动这个模拟器 基本来说这个是一个属于Android的模拟器 可是它是可以在MacBook、MacOS这边使用的 首先我们先点击应用中心 这些就是可以在木木这边玩的游戏的 这里呢我们就选择游戏 然后选择动作冒险 你就可以看到玩者荣耀了 对我们就点击下载 成功下载啦 ok 终于下载完了 现在我们就按打开 终于可以开始了 由于这是电脑版哦 你一定要用你的电话的wechat 来扫描它的二维码 qlcode才可以登录 所以按确定 里面的东西 基本上跟你在电话里面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现在我就要来testing 看一下在这个MacBook这边玩 跟在手机上面玩 到底会有什么很大的差别 我心里哦 完了一段时间过后呢 我发现在MacBook使用这个木木模拟器来玩玩者荣耀 可以不是非常容易上手 也许我会用这个木木模拟器来玩玩者荣耀 所以我习惯用手机来玩玩者荣耀 所以我发现到有些地方我并不能够很容易的操作 再加上 毕竟MacBook这个东西都蛮贵一下 有时候我玩的太激动的时候 那个按钮会按得很出力 所以如果你问我到底推不推荐用MacBook来玩玩者荣耀的话呢 我也觉得偶而玩会比较好 可是如果你真的喜欢用电脑版来玩玩者荣耀的话 这样你喜欢 以上就是我要跟你分享的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那么就给我一个赞 然后分享出去给你有需要的朋友 我也期待你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你是用电脑版还是手机版来玩玩者荣耀 我是阿神浩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